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讲这个中部的 一百一百四十斤戒分别斤的第二奖 我先把它开到第二奖开始的部分 然后我就按分享 分享 欧彦芳看见吗 看得见哦 好的我们就开始 我们就念第二奖的内容 主比丘有了两根木材 接触后摩擦生日生火 但是当这两根木材被拿开后 至于火就跟着熄灭了 熄灭它的巴黎文句叫做尼罗江地 就是熄灭熄灭的意思 火已经济静下来 而济静 济静是Vuppa Sammati 同样的当接触乐触的时候 这是指什么东西 就是指我们的六根根 接触到外头的六个境界 接触到六个境界的时候 就会生起热受苦受 跟不苦不乐受 这三种 就会生起热出的时候 就生起热受 苦出就生起苦受 同样的了 它觉知我觉我受 我觉我就是我感觉到热的受 当那个热的触灭的时候 热受也就灭了 它的心知道 这个是极尽 就是刚才这个字 Vuppa Sammati 极尽 比丘 当我们的六根 接触苦出的时候 产生苦受 它的心知道 我觉苦的受 当苦的出灭的时候 苦的受就灭了 它的心知道 这个是极尽 比丘 当接触不苦不乐受的 出的时候 生起不苦不乐的受 它是觉知 觉不苦不乐受 当不苦不乐受 那个出灭的时候 不苦不乐受也就灭了 它的心知道 这个是极尽 所以同样的了 它的状态就是 不管我们是 觉知什么样的受 不管我们是觉知 乐受还是苦受 还是不苦不乐受 当那个出消失的时候 就是出灭的时候 没有的时候 那个出 出灭的时候呢 就表示 那个受了就灭了 所以因此就极尽了 所以这边主要这一段 就是跟我们讲 那个受的熄灭 接触的熄灭 也就是导致受的熄灭 因为受的熄灭就产生寂静 所以我们可以在 这种状态 我们可以在每一天感受到 尤其是我们每一天的 这个眼耳鼻舌 甚至六个根本 都是在接触 不同的 不停的在接触 眼睛接触的 全部有各种各样的摄像 然后有的摄像给你带来 快乐的感受 有的摄像给你带来苦的感受 所以当那个接触消失的时候 那种受就叫消失了 所以因此就达到 它一消失那种状态就叫做 寂静了 Upa Sammati Upa Sammati 就是寂静的意思 所以 我们能够 从我们的六个根本这一边 我们能够觉知 触 我们觉知触之后 我们也能够觉知 它是分为乐 或者苦 或者不苦不乐 不苦不乐就是属于中性的 我们不可以分辨它是 到底是乐还是苦 所以因此叫做不苦不乐 就是属于中性的 而当那个触结束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受了 不管是热的触所带来的热受 苦的触所带来的苦受 或者不苦不乐的触所带来的不苦不乐的受 都一样 凡是触消灭的时候 消失的时候 那个受就 跟着就消失 然后 我们就能够觉知 这个叫做极净 Upa Sammati 触消灭的时候就是叫做熄灭 为什么它会使我们的受也跟着熄灭 触没有的时候就是受也跟着就没有的时候 所以因此它不难观察 只要我们的心安静一点 我们就能够观察到这些触的消灭 以及受的跟着消灭 好了 好 我们再看下一段 于是他知 这已经纯洁和清净的舍心 当我们的心寂静的时候 那是属于舍的心 就是你的心里面没有任何受 因为你没有任何处 所以你没有任何处的时候 你就是属于舍心了 就是那个心是 也不是快乐 也不是苦 它是属于 忠舍的状态 所以 这种心也舍心是柔软的 目睹 失业的 Kamana 失业的 和光明的 Papasara 光明的 这些词我后面带着巴黎文是有作用的 并不是说 我这里要特地要来教你们巴黎文 学不学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我们翻译的时候 我们那个词来要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词 因为这个词 柔软 失业 光明是形容那种舍心的状态 所以 我们的翻译必须要正确了 对吧 如果你的翻译不正确 你就不能够把那个舍心的状态 表达出来嘛 所以 这边的舍心呢 佛陀用了三种不同的字 三个不同的字 来形容它 就是它是柔软的 它不是坚硬的心 它是失业的 就是它能够用来做事 做事 事业的 以及它是光明的 所以 它是柔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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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用那些筋 那么这些筋呢 它要用火来给它 软 火给它烤 那个筋给它软 软的之后 它就能够用锤子把它锤 锤到给它 变成立转 或者条转 等等 要多粗多细他都能够这样做 所以他就能够做出很漂亮的装饰品来 以前的人用很多这些金来做装饰品 现在也是 不过现在相对来讲比较少用 以前那些贵族 那些皇帝 皇后这些都用很多金的 各种各样的金首饰 金项链各种各样的 插在头上面的那些金的装饰品很多 而且以及挂在耳朵的等等地方 那些金是非常多的 所以那些做金的那些冶金丝 工作是很忙的 好了 他们怎么做呢 他们夹做金 有时候散火 就是用扇子来散 炉里面的那个炭 也是煤来的了 就给它火 给它烧的闷一点 有时候火太闷了 它就要撒一点水上面 以前我们你看我们现在有那种小小型的喷雾气 水装在里面 你手只要按那个水器就喷出来 尤其是我们要用探斗在探衣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到那种小小罐的水的那个喷雾气 喷人你就可以用探斗探过去 衣服就能够探到平平 因为水会使那个那些医料变成柔软 那么再用那个探斗探过去就很平 对吗 所以以前我们那些冶金丝并没有这种喷雾气 或者喷水器 所以它必须要用手来撒 用手指 手指放在水里面 那么就拿起来就弹一下那个水 就从手指弹出去 就弹在那个炉火里面 就可以把那个炉火的火减少一点 所以叫撒水 有时候散火 有时候撒水 有时候查看 就是查看它的金的那个装饰品 够不够软这样 而且它金里面 因为以前的金呢 都是从金框那边拿来的 所以它有杂质 所以它必须要用火 那些杂质就会掉下来 就会从金里面掉下来 因为它是比较硬的杂质 而金是比较软的 所以通过火 它就会使金里面的那些杂质掉出来 所以就会进化 慢慢变得柔软 失业和光明 这就是舍心 前面我们讲了 心思没有接触 所以你就没有感受 所以你的心思属于舍心 是柔软 失业和光明 那么怎么形容 这柔软 失业和光明呢 就好像野精师在散火 在洒水 在查看 查看他所做的那个金的装饰品 是不是柔软 是不是失业 失业就是 那里面杂质已经被 温度提高的温度就掉出来了 杂质就从金里面掉出来了 和光明 金如果是纯的话 它就是光明的 明亮的 所以 是以制作各种各样的精气 如脚帘 如耳环 如项链等等 不止以前的人 那些皇帝都用金的盘子来吃饭 因为 我们普通老百姓用瓷的 对吧 这种是泥土做的 不够高级 所以 他要用金的来做盘子 以前的有钱人都是这样的 在印度的有钱人的 那个吃饭的盘子 是用金做的 那如果 有钱人的 吃饭的盘子 用金做的话 那些国王 皇后 那当然也是用金做的 对不对 金做的会 比较 漂亮啦 因为金很 金黄色的嘛 普通老百姓就用瓷做的嘛 现在多数的人 尤其如果你去印度的话 你看那些多数人都用干做的 他不会破 因为你瓷做的很容易就破掉 所以 因此 现在干的那些餐具啊 很多 卖了很多 因为 比较耐 穷人就用那些咯 不然的话 如果迟的话 一下子就打破了 那又要再买 但你买一个干的 你就不会破 可以用 一直用 用了一丝冷嘛 所以 因此很多 餐厅 你去看很多餐厅里面用的餐具 都是干的 各种各样的干的那些餐具 好 总之 这边就是跟你解释了 就是说 这个经呢 你要拿来做手势 你就要用火 你要散火 你要撒水 你要随时看 那么它就会 柔软 就会失业 就会光明 它有这三种特征了 经就有这三种特征了 好 所以 这个就是用来形容那个舍心 好的 我们再看 于是他知 这舍心纯洁和清净 若将这种随法的心 随法就是通过巴黎文这个字 TATANU TAMMA JIA JITAM JITAM就是心 TATANU TAMMA 就是随法 你这个心是属于舍心 其实这边所讲的舍心 已经是属于四常的状态 因为我们知道 初常的心是寻和事 主要有这两种 二常的心里面有喜 三常的心里面有乐 四常的心里面有舍跟一心 专注和一心 所以 那是属于四常的心 尤其是舍 后面那一个 所以 这个舍心是纯净 纯洁和清净的 如果你将这种心 随法的心 就是你的心 这个是一种法来的 心也是一种法 心法 你这种随法的心 那么 你 专注它 你把这个心 专注在无量的空 因为无设计就是 第一个就是 空无边处 第二个就是 事无边处 第三就是 无所有处 第四就是 非想非非想处 如果你把这个心 专注在无量的空 因依止而修习它 这个舍心将会 安住在空界 就是无量的空 一段很长的时间 就是停在里面 你在里面修定 你停在那边 就是你的心 一直是处于 空无边处 一段很长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 就是 迪刚 阿达南 很长的时间 以示他知 这个舍心 纯洁和清净 他将这个随法的心 这边所讲的 随法的心 就是空无边处 好了 他用这个随法的心 专注在无量的世界 更高 比空无边处还要高 他就专注 因为更加 这个心是更加威胁 比空无边处出来的威胁 所以 他就专注在无量的世界 阿达南 阿达南 就是一种 戒的意思 阿达南就是 死 阿达南 所以变成一个字 就是 死无边处 如是 依止而休息 他将 这个舍心 按住在 十无边处 一段 长的时间 他就会停在里面 按住在里面 那么 再更高上去了 于是 他知 这个舍心 纯洁和清静 他将 这个随法的心 专注在 无所有处 界 阿坚 阿坚 迦南 阿达南 随便的一个字 就是 阿坚迦南 阿达南 一个字 很多个音 阿坚迦南 阿达南 八个音 如是 依止和休息 这个舍心 将会 安住在 无所有处 一段 长的时间 再上去 于是 他知 这个舍心 纯洁和清静 他将 这个心 专注在 无量的空 如是 修习分别 他随法 修习的心 是 有为的 我们这边 你看 对不起 我们漏了一个 就是漏了一个 这个 无所有处 再上去 就是 飞翔 飞翔 出 所以 他的心 舍心 纯洁和清静 用这个 水法 的心 就是这个 无所有处 的心 他 专注在 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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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 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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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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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边 所讲的四个 从 空无边处 四无边处 无所有处 跟飞翔 飞翔 一直修 修到上面去 就是用 这个 舍心 来修 不是用 一心 一心 是 世常的 初期 初期了之后 就变成 舍心 就是那个 心是 非常 就是 柔软的 所以 这个就是 依止和 修行 舍心 安住在 飞翔 飞翔 住一段 长时间 于是 他知 这个舍心 纯洁 和清静 他将 这个心 专注在 无量的空 修行 分别 他知道 这个心 是有违的 有违的 就是 sangkata metandi 就是 组合的意思 也就是 有违的 这个舍心 纯洁和清静 他将 这个心 专注在 无量的 实 修行 分别 就是 观照了 这个 随法 修行 的心 是 有违的 所以 就是 它是 原生的 组合的 他 这个舍心 纯洁和清静 他将心 导向 无所有处 他 修行 分别 就是 观照 他 观察 他 这 随法 修行 的心 是 有违的 他 在将 这个舍心 清 纯洁 清静 导向 无所有处 他 在观察 他 还是 有违的 他 他 在将 这个心 舍心 纯洁 跟清静 所以舍心 它虽然是 没有分别 但是 你如果 倒向 就是 你去 转去了 转去 观照 它的话 你就从舍心 出来 你就转去 观照 就是 修行 分别 那么 你就会 发现到 空无边处 是有违的 四无边处 是有违的 无所有处 是有违的 非想 非非想处 也是有违的 所以 他因此 他就 到了之来 他知道了 这些四种 无色界 都是有违的 所以 我们知道 三界里面 就是 欲界 全部都是 有违的 地狱 鬼 出生 人 神仙 欲界天的神仙 全部都是 有违的 有违就是 原生的 是无常的 因此是 有违 因为这是 组合的 一切的现象 包括 身体跟心 全部都是 有违 好了 就去到 四界 四界里面 就是 初常 二常 三常 四常 那 你去观察它 你怎么样达到 初常 有违的 你怎么样达到 二常 有违的 你怎么样达到 三常 还是有违的 你怎么样达到 四常 还是有违的 好了 再从那边 再上去 五十界 更高了 结果 他观察了 结果 这四个五十界 全部都是 有违的 因此你看 欲界 四界 五十界 这三界 全部都是 有违 都是组合的 东西 因此都是 生灭的 好 他就达到 这样的结论了 所以这边 你看 佛陀在教 这个 这个来 跟他 要找他 出界的 这个不古 沙提 这个国王 很详细 已经跟他 讲完 三界 到这里为止 五十界 都讲完了 但是他还没有 放弃 没有放弃什么 就是那个心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修行的 那个心 好了 他修行 发现 他的心 是有违的 那个修行的 心是有违的 这个舍心 纯洁清净 他导向 空无边处 四无边处 无所有处 非想非非想处 修行分别 他都发现 这些心 是有违的 到这里为止 我们讲到 这里为止了 现在 于是 再讲下去 他不着意 就是他不再想了 或者思念 因为 你在想东西 都是有违的 不管你想 初常 二常 三常 四常 以及四无世界 全部都是有违的 因为你一作意 他就是 有思念 有思念 就是成为 就是有违的 所以你看 这个词 非常重要的 我们一定要明白 他的词的意思 就是 不着意 就是你的心 不在起念头 或者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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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念是 这边是 就是思念 这边是什么意思呢 不在思念 不着意 以及不思念 所以我在用这个 或这个字 这边 巴黎原是 那 那必 就是 不 不的意思 所以 如果要 更加正确的话 这边要加到一个字 叫不思念 所以 不着意 以及不思念 成为 有 因为 什么讲 有 有就是指 它是有 有为的 是组合的 是原生的 是生灭的现象 这边是非常深的 非常非常深的 到这里 佛陀已经跟他解释了 就是解释到无世界去 三界之外了 但是我相信这个古沙体 在这里它不是很清楚 因为这个是很深的东西 因为不作意成为 或不成为 他不执着于 世界上的 任何东西 因为他不执着于 这世界上的任何东西 他就不顾念它们 那 就是心想着它 就是顾念 怎么讲顾念 比如说 你们都有家庭嘛 对不对 你们都有孩子嘛 好了 你的孩子出门了 比如说去爬山了 那你自己没有去 但是你会顾念它 你知道 不知道它爬山 这个 平安吗 这样 所以你的心中会有顾念 你会想 哦 这个孩子去了爬山 那么 不知道 爬得怎么样 平安吗 这样 因为你去野外山 各种各样的树木 也有还有野兽 那你怎么办 对不对 但他不是一个人去嘛 他跟着一群人去嘛 但是 你还是顾念它嘛 顾念它就是你的心 还是有一丝 挂念 所以叫顾念 所以 他不顾念它们 就是你的心完全不 不去想这些东西 因为不顾念它们 它就彻底的灭尽 彻底的灭尽 那你看我们修行的 我们每 我们 今晚说我们全部的人都是修行人 今晚有多少个我也不知道 等我来看一下 我这里看不到 到底有多少个我也看不到 这个看不到 不要紧 我们回到我们的文件来 因为他不顾念 所以他的心呢 就 彻底的灭尽 彻底的灭尽 怎么讲彻底的灭尽 心不再生起了吗 我们能不能够体验到这样的心 可以的 我们每一天晚上睡觉睡的时候 心是彻底的灭尽 如果你没有梦了 是彻底的灭尽 你就完全没有任何心生起 对吧 因为你没有任何作意 没有任何顾念 所以你的心就彻底的灭尽 Bajatang Yevaparinipaya Di Nipaya就是涅盘 也就是灭尽的意思 他就不制作于世间任何 不顾念他 因为不顾念他 就各自彻底灭尽 他知我身已经犯行以利 已经经历以利 所作以伴 于是不再有任何愿望 对这个世间没有任何的愿望 愿望就是还有顾念 好了 这一段是相当深的了 我也只是能够这样解释了 如果我再详细解释 也解释不了了 就是这样的 好了 绝授勒授 他知道 这个勒授是无常的 他就不会追逐他 Anajo sita di 不再追逐那个勒授 因为他知道勒授是无常 他知 不心乐于他 不心乐于他 Anabi Nandita di Nanda Nandi 就是快乐 喜欢的意思 他不心乐于他 绝聚知苦受 他知道这个苦受是无常的 他也不去追逐他 那么他也不心乐于这个苦受 绝知不苦不乐受 他知道这个不苦不乐受是无常的 他不追逐他 他也不心乐于他 对于绝授勒授 他从此受彻底的解脱 摆脱 授就是 Veda Vedana Vedeti 就是授 Vesamuto Vesamuto 就是彻底的 摆脱的意思 彻底的从那边 不再被他摆不了了 所以彻底的摆脱 绝授苦受 他从这个苦受彻底的摆脱 绝授不苦不乐受 他也从这个受彻底的摆脱 这边所讲的就是受念处 就是大念处经里面所说的受念处 受念处就是身体的受跟心的受 那么你就观察 他是热受苦受跟不苦不乐受 你必须要观察他都市无产 但是 如果你观察得不够深 就是不够深入了 你还是会中招的 就是还是会被吸引的 就是被吸引去追求热受 讨厌苦受 讨厌苦受 其实也就是受他摆布 你追求热受 你就是被他摆布了 对不对 所以你追求热受 那是正常 你追求热受 追求热受的话 就是被他抓紧了 你就被他摆布了 对不对 你就不能够解脱了 好了 你讨厌苦受 还是被他摆布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看到苦受是无产 好了 这两个都是极端 给你观察清楚 都是无产的 好 你不去追求他了 好 你就看到 不苦不乐受 好 你说 哇 不苦不乐受 那很好 它没有影响我的心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 你还是被不苦不乐受 所控制住 你没有从不苦不乐受 解脱 你要 不起任何念头为止 对这个受了 乐受苦受跟不苦乐受 彻底不起任何念头为止 才能够彻底 的摆 摆脱 不然的话 还是受他摆布 所以 当你的受 全部观察完 一直在修受了 因为受是非常重要的 我知道有一些学生 好几个 不是一个的 很多个常常跟我报告一下 他说 他们去学葛因卡的 他们就去葛因卡的那些 中心去学 葛因卡就从受入受 一直教他们观察那些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为什么 但是 他们因为太过专注观察受的话 结果他们忘记观察 生念处 结果他们就怎么样 忘记修生念处 就没有修生设身份跟世界差别了 结果 他就挣不了出国 明白吗 所以你必须要先从 生念处开始修 我这里不是在批评 葛因卡的方法了 懂吗 你如果你有修好了 生念处 你再去修受念处的话 那没问题 你要去修是没有问题的 我鼓励你去修 因为你就能够非常仔细地观察那些受 就像这里所说的这样 你观察他的受 怎么样生 怎么样灭 然后你观察他的受是无常 然后你彻底地放下 那些受 摆脱了 摆脱热受苦受跟不苦不乐受 好 当他从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彻底摆脱的时候 他觉受身体完结的时候 怎么说 就是要死的时候了 身体要四大 要散掉的时候了 地大 水大 火大 风大快要散掉的时候了 当然 身体要散掉的时候 有各种原因 如果是身体里面的地大出问题 不是地大就坏掉了吗 对不对 器官就坏掉了吗 那但是我们的 水大 火大 风大还没有坏啊 还可以呼吸啊 身体还有温度啊 身体还有正常的那些水分啊 对不对 还有PT 眼泪 还有尿啊 这些没有坏 但是地大坏了 地大一坏 它就引起 其他的都坏掉 结果水大也坏 火大也坏 风大也坏 就全部跟着坏去 因为它是 一起的嘛 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器官 都是四大 在一起的嘛 你说 好 比如说我们讲我们的 呃 现在最严重的这个病 新冠病 它最影响 最严重就是影响我们的肺了 使到你的肺里面会积水 然后有很多的粘液 然后你就不能够呼吸了嘛 然后你就在那边 要用那个 那个 呃 帮助你呼吸的那个机器嘛 那个机器就是给你呼吸的嘛 但是它不能够把肺里面的那些 水大把它治好 它这个新冠病就是这样的原因嘛 结果怎么样 慢慢的 心脏 那个肺就被淹没了 然后就不能够呼吸了嘛 然后就死掉了 所以 它这个是从地大 里面有水大太多 就是肺积水了嘛 然后这个火大就 那个火就不够来排除那个水大嘛 然后风大就被停了嘛 然后肺就停止操作了 那就死掉了 所以 当接受 绝受身体要完结的时候 身体要死的时候 它觉知 这个身体要完结了 觉知 绝受到生命要完结的时候 它觉受 这生命就要完结 身体要分解的时候 生命耗尽 你的生命就完了 就是命根了 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命根 我们现在都有命根了 有命根了 我们就能够 就能够消化 对不对 就能够动 就能够呼吸 也能够产生热量 因为通过消化 我们的身体就能够产生热量 然后就能够 血液就能够循环 就能够新陈代谢 如果不能够 有这个热量的话 对吗 如果你的生命 要完结的时候 然后你的 这些器官慢慢衰血 对吧 衰血 然后你的生命就 很危险 随时要断 随时那个命根就要断掉 等到真的衰血了 肺不能够呼吸了 然后再也没有空气进去了 然后心脏也就不能够跳了 然后就停了嘛 生命就耗尽了 他知道 所有的感觉 和所有的感觉 所有的感觉就是喜欢跟不喜欢 他觉知到所有的感觉 和不被喜欢的 都一定会冷却 这个冷却并不是指身体冷了 这个冷却是指我们的心 我心灰意冷了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跟一个人很要好 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误会 对吗 然后误会就越来越严重 然后最后 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了 结果你就想心灰意冷 就是冷却了 就是冷却了 你再也没有那种日情了 所以就要冷却 City 把位上帝 把位就是生命的状态 City就是冷的意思 把位上帝 就是他 上帝就是安静下来 安静下来的意思 所以 好了 他就冷却了 他对所有的这些感受 不管是苦受热受 不苦不热受 全部 他心灰意冷 他不再感到热情 不会感觉 我要去追求这个东西 他没有兴趣了 所以才冷却 比丘 他叫他比丘 油炉油灯 源于油和灯心 是吧 我们都知道油灯 它有三件东西 里面有一个 有容器 有一个容器 里面要有一个佛的 能够佛的 里面有灯 装着灯心 然后你要加油下去 点一个火 它就烧了 所以 这个油灯里面呢 它有这三件东西 那么最主要就是油跟灯心 好了 那个灯心就一直烧烧烧那个油 好了 你不再添油 那个灯心 就慢慢下来下来下来 就碰到底了 碰到那个容器的底部了 结果就一直烧烧到油没有了 灯就没有了 生命也就是这样咯 对不对 我们的油就是我们的食物嘛 对不对 那在烧的时候咧 那个灯心所烧的时候 就是那个呼吸在进行做嘛 所以一直在烧 所以我们一直在呼吸 然后身体一直在消化 一直在烧 所以就一直有生命 当你冷却的时候 当你的心对这个冷却的时候 好 你就活活活活到最后一天 就活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你知道所有的感受 热受苦受不苦不乐受 都是这样而已 你对他心灰意冷 你再也没有感兴趣 然后你就活到最后一天 呼吸到最后一个洗 好了 油没有了 身体啊 身体的命没有了 油也没有了 好了 呼吸呢 再也不能够呼吸了 那就停了 很好 就熄灭了 所以灯就熄灭了 生命就结束了 所以同样的道理 他不会说是我死了 他只是这样来看这个身体 身体的那些能量 然后消化 呼吸的过程 这个就是像灯在烧这样 我们每天都这样做 其实就是灯在烧 灯心一直在烧 一直在烧 又一直在供应他 所以 所以因此我们就不会 生命就不会熄灭 对吧 因为我们对这个感受 我们没有真正的观察到彻底 我们并没有对他心灰意冷 我们没有冷却 所以我们都是 一直在烧 继续烧 烧完这一世 再继续下一次再烧 对吧 不准备冷却 对不对 所以 因此他生命结束的时候 身体要完结的时候 他绝续 他知道这绝续 身体就要完结 绝续生命要完结 他知道 我绝续这生命要完结 他知道身体要分解 地水火风要分解 生命完结之后 他所有的感受 过的 不喜欢的 感觉和不被喜欢的 所有的感觉就是 热苦跟不苦不乐 和不被喜欢的 就是他没有兴趣 冷却的 必定也会冷却 热受无常的 所以你会喜欢吗 不喜欢 苦受是无常的 所以你会喜欢吗 不喜欢 不被喜欢 不苦不乐受 也是无常的 你会喜欢吗 不会喜欢 所以也不被喜欢 所以 感觉和不被喜欢的 就是这个意思 必定会冷却 这个冷却是在哪里 心里面 我们的心 当我们看见它是无常的 那叫正见 好了 有了正见 然后我们再 就会有正思维 就是 我对它心灰意冷 这是正思维 这是正思维 心灰意冷 就是叫做冷却 具有如此功德的比丘 他以会抉择 以会来抉择 会 会 就是会观 我们用简单的 这个中文 会折也可以用会观 就是用观照的会 来做一个选择 所以叫会折 做了一个最高的决定 什么决定 这个是最高的反省者的智慧 即是灭尽一切的苦的之间 灭尽一切的苦 怎么样灭尽一切的苦呢 什么是苦呢 失忧是苦 受忧里面 乐苦不苦不乐是苦 想忧 你想很多是不是苦 对吧 想的时候就是一直在造业 所以想忧也是苦 好了 三个了咯 好 再来看第四个 行忧是不是苦 生苦意的行为 照做了之后有产生业力 下一次再轮回 你说行忧是不是苦 所以行忧也是苦 第四个了咯 好 第五个 食忧 食是圆明圣 所有的食一直在生灭的 对吧 食是圆明圣 食一直在生灭 所以因此 食云是无常的 无常的就是苦的 所以因此 你也把食云也看破它 也把它放下 所以要必须要坚持自己 看自己呢 你平常自己要一直观察这些东西 如果你不去做这些工作观察的话 是不可能正确的观照 也不能够产生正确的会则 就是会观之后 选择 会则做了最高的决定 这种决定 这种决定是最高的决定 就是放下 这个是最高的决定 就是舍弃 这是最高的繁星的智慧 就是灭尽一切的苦 就是把苦灭掉它 就是 对五蕴 要真正的认识它是苦 然后放下它 不再去抓取五蕴 灭尽一切的苦的知见 解脱 注意真题不可动摇 到了这里 你的心才是解脱 注意真题就是苦极灭到四圣题 明白 四圣题不可动摇 比丘离于真题的想法 不是真题 就是如果我们的心 不是修了解苦极灭到 你去修其他的东西 离于真题的想法 不是真题 不离于真题的想法 才是真题 才是真正的极灭 即是极灭 就是 心再也不再造作了 极灭了 从观察那个受开始了 所以 格音卡他们 教那些去参加长修的人 从受这边开始 就是要你达到这样的阶段 就是你要懂 这三种受呢 热受苦受跟不苦不热受 都是无常 你要达到这样的灰了 这种光照的灰了 灰光了 但是如果你达不到这样的灰光 你就不能够达到极灭 就不能够见到真题 就是苦极灭到 你见不到苦极灭到 你就不能够 达到真正的极灭 所以 所以具有如此功德的比丘 对与真题 做了最高的会择 这是最高的神圣的真题 即是对真题的枝 极灭 灭尽 灭尽什么 五指取运 我们这个五印会一直在 一直在到死为止 这个五印是很纯的可以讲 免不了的 但是五指取运是要我们认识它 就是你要抓取它了 所以五指取运 心在抓取它 所以我们要认识的就是五指取运 因为这是一个烦恼 这就是极题 这是属于极题 好 我们再看下一段 由于无明 之前它可能有所制作 乌巴蒂 而造业 现在这一切都消除了 因为它无明 现在没有了无明 所以佛陀教这个 布古沙提到这里有一支 其实是要它证阿罗汉的 好 由于无明 它之前的可能有一些自作 而造业 现在这一切都消除了 八除根本 切除树头的棕榈树 现在把棕榈树的树头 切掉 不再生起 具有如此的功德的比丘 以慧泽做了最高的决定 愿离舍弃 这是最神圣的愿离舍弃 即是把以前的想法 完全舍弃 什么想法 五支取应 抓取身体 抓取感受 抓取我们的想法 抓取以我们所做的各种各样的身口医的行为 以及抓取我们的死 是我 不再抓取它 就舍弃咯 这是最神圣的愿离和舍弃 把以前的想法完全舍弃 一位无明 之前他可能有贪心和欲心 现在这一切都消除了 八除根本 切除树头的棕榈树 不再生起 就像切除树头的棕榈树 这棕榈树叫多罗树 如结多罗树 经文都是常常这样讲 在经书上 如结多罗树头 不再生起 由于无明 至今他可能有害心和称心 一个个贪心跟欲心解除 害心跟真心解除 现在这一切解除掉 八除根本 如结除了多罗树头的棕榈树 不再生起 由于无明 至今他可能有吃心和欲吃 现在这一切都消除 贪真吃嘛这边 八除根本 如切除了树头的棕榈树 不再生起 具有如此功德的比丘 以慰则做了最高的决定 极尽乐助 这是最高的神圣极尽乐助 即是贪的止息 撑的止息 而吃的止息 就是我们帮我们的心里面的贪真吃把它止息之后 就停在那边 就安住在那边 心就是保持清静 不再起任何的念头 这就叫做极尽乐助 怨离舍弃 极尽乐助 所以 如果有说 佛陀在讲 如果有说 精群于培育会 呼吁真题 呼吁苦极灭道是真题 修愿离舍弃 学习寂静乐助 说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这些 就是说 把贪真吃把它灭除 好了 我们再看下去 居于任何处所 心不再奔驰万象 这句话非常重要 在任何地方 你不要一直在那边想 心在奔驰万象 我们的心跑得很快 奔驰 你可以一下子 我跟你们讲话 如果等一下我看一下自汉 我就说你山东怎么样 我只要这一句话 山东 你那边山东怎么样 我就从澳大利亚 跑过十万八千里 到了山东 明白吧 这就是奔驰了 心不再奔驰万象 所以我们的心可以跑得很快的 你只要起一个念头 我就喊 自汉山东那边现在有没有下雪 他就笑一下 师啊师父 下了几场雪了 结果我的心就跑到山东济南去了 对不对 这就是奔驰万象了 心不再奔驰万象 也是说圣者极尽乐柱 所以你的心就达到极尽乐柱 就是不再起念头 也不再说话 就是静静的笑 看见人笑笑的讲 什么都不说 哈哈哈 但是也 有时候也是会说一下 佛陀也会说一下 他会跟你打招呼 问候一下 家里的人怎么样 如果你说家的人在济南 他就跟着你 就跟着你跑到济南去了 对不对 他还是会问候一下 但是平常的话 没有人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心就是极尽乐柱 不再起念头 为什么这样说呢 比丘 我是 你认为我是 就是asmiti asmiti 我是 me就是我 我 是心在奔驰的幻想 你认为我是这样那样 是心在奔驰的幻想 我是这个 ayasma hamasmiti ayasma hamasmiti 我是这个 是心在奔驰的幻想 这是第二种情况 是第二种情况 你心在奔驰的幻想 我会如此 巴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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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如此 我会这样这样这样 我会如此 就是想你告诉人家 我会这样这样这样 我会如此 心是在奔驰的幻想 我不会如此 那巴维三地 就是我不会这样做 你是很掌钉接铁的这样说 我不会这样做 我不会如此 它还是属于心在奔驰万象 是心在奔驰万象 我以色而存在 是心在奔驰万象 我不以色而存在 还是心在奔驰万象 我会有想 也是心在奔驰万象 我会无想 你说我不会想 还是在想 所以最好是不出声 不能够说话的 不只不能够说话 不能够起念头 那些解脱的人 就是这样的状态 所以 我会无想 是心在奔驰万象 这边从哪里呢 从异界开始 我是 我不是 或者我是这个 都是心在奔驰万象 或者好了 我会有想 我会无想 还是异界 还是在异界 我会有想 我会无想 还是在异界 好了 到了 到了 我会无想 就到了无世界了 所以 异界 然后就跳到无世界去 世界也可以了 如果你要说是世界也可以了 你说有想 你可以想关于世界的东西了 所以你可以包括到 异界 世界 跟无世界 都在这个里面 所以是心在奔驰万象 我会非有想 非无想 是心在奔驰万象 比丘 奔驰万象 是疾病 若过 它是一种病 奔驰万象 是烂仓 肝肚 烂仓就是 肉腐烂了 里面生餐 泛龙 奔驰万象 是剑尺 就是剑 剑射到 种到我们的身体 它的尺在里面 你要扒出来的话 连肉都给它扒出来 所以 剑尺 因为它是 尖尖的剑进去 后面有一个 阔阔的 铁 如果你把它扒出来 整个肉都一起出来 所以是剑尺 所以 是病 是烂仓 是剑尺 担心的奔驰万象 仔细 我说 是 圣者 极尽乐主 比丘 极尽乐主的圣者 不再生 不衰老 不会死 不会变异 无有欲愿 就是 你一个人如果没有 念头了 很安静了 极尽乐主 你就不会再生了 因为你不再照业了 你也不会 没有生的话 就不会有衰老 也就不会有死 也不会有变异 就是 你看我们每一天 都在变化了 身体 就是变异 而且没有欲愿 前面三种 生 老 死 跟变异 是色法 无有欲愿 是明法 就是明色 所以你极尽乐主的话 他明色的状态 是怎样 就是色法 不会变 不动 明法 没有念头 没有任何的愿望 比丘 一个没有可以生出来的 就没有会被毁坏的 如果没有被毁坏的 就没有死亡 没有死亡 就没有变异 没有变异 就没有欲愿 你的心中就不会起念头 我要这样 我要那样 所以说 属于任何处所 心不再奔驰妄想 心不再奔驰妄想 就是叫做极尽乐主 圣者的极尽乐主 就是解脱 比丘 记住我说的 这个对六界的简短的解释 他就跟布古沙提讲 你记住我这讲的 对这个六界的解释 于是 尊者布古沙提 知道他遇到了师尊 上师正等觉 他从做起 偏袒右肩 就整理他的袈裟 露出右肩来 然后顶礼佛诸 他说 师尊请原谅我的愚痴愚昧 和无德 我称师尊为善友 请你原谅我 将来我不会重犯 佛陀就说 比丘真的 由于你的愚痴愚昧和无德 你冒犯了师尊 称师尊为善友 我不会怪你 既然你请求原谅 我原谅你 从法来看 一个知错的人 勇与承认错 请求原谅 后不重犯 于法增长 在法上面会增长 然后他就说 师尊 我想在师尊跟前 在师尊跟前的法和律中出家 佛陀就问他 你有波跟加沙吗 他就说 师尊 我的波加沙不齐全 好的 既然你的波加沙不齐全 善师就不能够给你出家 于是尊者不顾沙提 欢喜师尊之手说 重做起顶礼佛柱 又劳师尊 就去寻找波跟加沙 他在寻找波跟加沙的路上 被一只蛮牛处死 那个蛮牛就是母牛 他要保护小牛 他以为波谷沙提要去拿小牛 就死掉了 所以几分钟之后 他就被 他走出去 他就被牛窜死 当时有许多比丘来看师尊 鼎里佛珠坐在一边 对师尊说 那位族性子 波谷沙提 听完师尊的简短 说法后 被牛处死的 你知道吗 这个呢 从逻辑来讲 不符合逻辑 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佛陀在网上 跟波谷沙提说法 是他跟他 单独的 怎么会有比丘跑来 我也搞不懂 搞不懂 不过经文是这样 我也是有照翻译了 明白吗 但是我跟你讲 这个是不符合逻辑 这些比丘 怎么会知道 这个人 不符合逻辑 死了呢 我也不知道 好的 不要紧 佛陀就说 比丘们 足性子 不符合逻辑 是有智慧的 他明辩法 虽然我并没有 对他详细解释 这位不符合逻辑 摧毁了 对欲界的五下分解 他已经化身在 阿拉罕天 不再回来了 就表示说 不符合逻辑 真的伤过了 所以 世尊说完 比丘们 欢喜 世尊的说法 那我们这边 看一下 不符合逻辑的故事 不符合逻辑地 也叫 不思格拉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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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名为 赶陀陀罗 因为赶陀罗和 克什米尔 赶达瓦 赶达拉 克什米尔 国的 国王 首都在 达克西拉 达克西拉 就是现在 巴基斯坦的 白沙瓦 和拉瓦平地 就是他的首都了 国的国王 丙比撒罗王 派的宰相 西瓦卡 就是 起婆 他是一个医生来的 到了 塔克西拉 传授医法 那么 布斯格拉撒林 就是布古沙提拉 他的名字 就 给 这个丙比撒罗王 八件 专在 采油盒子里面的 珍贵的布 那么 丙比撒罗王 接受他的 这个 布之后 这个很珍贵的布之后 就介绍 三宝给他 就是 通过 这个起婆 介绍说 佛陀来人间 在我的国家 现在 所以介绍给他 三宝介绍给他 他知道 佛陀出现在世间 因此就放下 王国 舍弃王国 身披袈裟 出家寻求佛法 因此 辗转 游行到达 摩基陀国 而住在 王舍城外的 陶将 巴嘎瓦的功坊 遇到了 世尊 清文正确的教法 他被牛猝死了之后 身在 有阿拉罕天 阿维哈 相应部中 有一个有极品 Sangatavaga 里面记载了 有七位天神 这七位天神的名字 就是 欧巴卡 巴拉 甘达 布古沙提 这个就是他的名字 巴地亚 甘达 地瓦 还有 巴呼 拉吉 还有 星基亚 这七位 那么其中一位就是 布古沙提 他从天上 他们七位从天上下来 人间 向佛陀请法 然后听闻佛法 其中的一位就是 布古沙提 他们在阿拉罕天 邦涅潘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 就把这一部 《戒分别经》讲完了 所以我这边就停止共享 你们有问题的话 你们就打开 你们的声音就提问 春天晚上好 你好 我想请教 就是刚刚您有说 那个 就是 有讲说我会有想,我会无想 那为什么这个还是 就是你在无想的时候 你还是属于心在奔驰呢 不是就是不起念头了吗 有想不是在奔驰万想 无想呢 无想还是你说我没有想 他说我没有想 他讲说我没有想 其实就是心在奔驰万想 我是有想,我是无想 他这意思叫我,我是 懂吗 因为还有我,是这个意思吗 对呀 你如果没有那个我 你哪里会再说出来 你都不会说出来了 你就静静的 所以像他们已经在 就是如果就是他已经 这一种状况呢 很难遇到的 多数人都讲 我有什么像 什么念头念头等等 他不会说我没有念头 但是他说我没有念头 其实还是属于奔驰万想 他真正没有念头的人 他不用出声 不用去跟人家说 我没有念头 如果他讲我已经没有念头 他还是是心在奔驰万想 因为还有一个我 请问孙子 好的 就是那个空无边处,石无边处,就是飞翔飞翔处,那个好像还不是特别兴趣,就是那个那个时候的心是在病中是空无边的住在那个,就是心是想着整个无边的住在那个,就是心是想着整个无边的, 无边无际的空,石无边处是不是那个心是也是住在那个无边的感受上,非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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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是不是又或想又或不想,这样的石吗? 我解释给你听,这个无色阶列的四个是从四肠上去的,如果你没有达到四肠你不会了解什么叫做空无边处,所以你们不能够可以讲是很难了解它,首先我先解释,出肠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跟着呼吸, 然后我们觉知呼吸,心能够跟着呼吸,二肠的时候还是觉知呼吸,但是你会觉得我修对了,所以一种喜的出现 三肠的时候还是跟着呼吸,但是你的心飘飘然了,因为很轻松,都是一直呼吸嘛,都是空气嘛,所以飘飘然了,所以你觉得人很轻快,飞来飞去感觉 所以那个是热,产生热,好了,过了这个阶段,因为这些都是物质 这些都是属于物质,也就是属于色阶了,好了,你就过了这个阶段,然后你就达到超越这个阶段了 因为你没有了身体的感觉,就超越了色阶,就进入无色阶 而且,时常是一种无色阶的状态,你进了无色阶的时候,但是你的心一直跟着呼吸,所以你的心就定下来 所以就不会动了,所以这样子一心 一心过了之后,你的心就变成,进入一种舍的状态 就是不会感觉是我,或者存在不存在这样的感觉 你的心没有这样的感觉,只是知道而已 所以没有一种我的感觉存在,四常 这就是佛陀进入涅槃的时候的状态,四常,他是进入四常 四常的时候,他超越了身体,也超越了心 心不在前念头 好了,到了那个阶段的时候,你达到舍的状态 你就进入了五色阶 五色阶,第一个就是空无边处 你就感觉到整个无量的空间 那个空间是无边的 因为就好像宇宙这么宽 这个宇宙是无边的 所以你进入了空无边处 空无边处进入了之后 你还觉知到你的意识 你想,我这个意识能够去得多远 你就用这个意识去觉知这个空间 因此就达到十无边处 因为你的意识能够充满着整个的无边的空间 所以变成四无边处 好了,你再从这个四无边处 你再更近想看一下 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就是心识了 不是看物质,是看你们的心识 心识有什么?没有 没有汤,没有撑,没有吃 所以就无所有 再下去就变成只是心识而已 那就是那个心识 就是死 知道跟不知道 你能够知道,也能够停止 知道就是不知道 所以就变成飞想飞飞想 飞想就是不知道 没有心识 知道就是有心识 所以非常威胁,是最细了 但是这个最细还不是最高 还有比这个更高 就是无想 无想就是 它就是不再想了 那种才是真正的叫做 没有念头了 是无想 你跟人家说 我没有起念头 那还是心在奔驰万想 你要修到无设计 跟最高那边 飞想飞飞想 过了那边 你达到无想 才是真正的停下来 没有想了 到了无想 还有更高 最高的就是 想受灭 先讲受灭 我们这一部经 前面不是讲受 苦受乐受 不苦不乐受 对吗 好了 你对那个兽 彻底舍弃 不再自着于那些任何兽 最后 你对那个兽 冷却 对吧 你就达到 寿灭 对不对 寿灭了之后 你的想不再想 所以想也灭 所以叫做 享受灭 享受灭的话 下一步就是涅槃了 它就在涅槃的隔壁 因为 因为享受灭 你还有一个身体 在那边 只是 不起念头 没有感受而已 明白吗 下一步就是涅槃 就是把身体放掉 就像佛陀这样 把身体放掉 所以佛陀的身体就自动起火了 它在它那个金的光木里面 就自动起火了 但是佛陀入涅槃 并不是从享受灭入涅槃 它是从四肠入涅槃 好吧 清楚吗 清楚了 感恩班 好的 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 已经超过了二十分钟 我们就到这里为止 大家一起合掌 我们回向 愿意此功德 导向猪肉劲 愿意此功德 回向猪友情 愿猪有情众 同德此功德 好的 as that one 啊